这是为老韭菜搞了的帖子 他呢这个真实性不知道啊 这个很长 这个大家也看不到 这个就是这么长 就是全世界公司的排序 第一个呢就是列之敦斯登 是月收入啊 2021年世界各地人均月收入一栏表 已经折算成人民币了 第一名是列之敦斯登 四万六千五百二十元 第二名卢森堡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三 挪威啊是三万七千四百三十五 阿联酋啊是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七 冰岛是三万零五十五 太多了吧 我就后面就美国是排在第九 两万四千九百二十一 我把大家感兴趣的这个读一读啊 日本呢是第十五名 两万一千八百一十四 英国第十六名 两万一千四百一十 意大利是一万第二十四名 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六 西班牙呢是 二十五名 一万六千三百七十 欧盟是一万六千一百六十四 新加坡呢是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八 什么第二十七名 第二十八名是中国香港 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 西西兰第二十九名 是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八 文莱这么高啊 哇天 我以为文莱是个穷国了 第三十名 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五 澳门第三十五名 一万零九百二十四 韩国呢 第三十八名 九千五百七十四 台湾呢 三十九名 是八千八百八十九 台湾是八千多 八千八 第三十九名 墨西哥都还可以了 墨西哥第四十六名 是四千三百七十九 俄罗斯呢 那第五十名 是三千八百六十八 俄罗斯也可以啊 金随他其后的呢 是马来西亚 哎 马来西亚也行啊 三千三百四十四 巴西是五十七名 两千四百六十四 伊朗啊 伊朗是第六十四名 一千六百六十六 通尼斯是六十五名 一千六百六十 泰国是第六十六名 一千五百九十一 厄华多尔啊 六十七名 一千五百八十一 六十八名 塞尔维亚 一千五百三十六 六十九名 阿塞拜疆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七十名 中国 一千一百五十五 就中国啊 跟阿塞拜疆 哥俩 差不多 阿塞拜疆 六十九名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中国 第七十名 一千一百五十五 比第一名 差了多少啊 差了四十倍啊 四十倍 还有不止 四十倍 四十倍 还有多 人家第一名是 四万六千五百二十 一千五百二十半 四十七十七一